請您 請坐下 請先請我們的蔡總理 蔡檢先生來介紹我們今天的主講者 各位同心 我們非常感謝 非常感謝 可以說是厭世凌嘴 我目的名字 加入CDK 一個政治評論家 陳立虎先生 陳立虎先生 以前拜託年學部和党師傅 當委員會請主席的記者 在那裡 我所在就是王敦虎先生主席那位節目的時候 他說的 非常精彩 我差不多每次 他的節目我都不聽 很敬虧 我聖文太來 我們都要聽他的正義的天文 最近以來都在鄭 鄧先生 鄧先生 這次鄧先生 鄧先生 鄧先生 這是鄧先生 鄧先生 可以說非常出色的 政府的天文家 我們這兩小時的時間 來請大家祈禱感謝 謝謝 各位台灣國的主人大家好 好 徐志森 你懂吹瓜說 今天來演講的時候 我還不曉得是什麼場合 我今天還說 好 原來這是台灣國政府 好 我曾經歷來自為祈禱的工作 我想大家都要了解 即便要建國 你一定要有媒體 是不是 我們現在就讓大家了解 所有台灣人為祈禱 大家也了解說 民進黨 今天聽到後來 2000年到2008年 民進黨一拜徒弟 其實除了賀林跟阿扁 個人的刑事風格有關之外 媒體其實也是很大問題 民進黨人會常常說 以前沒有 他拿到2000年來 我們執政了 那為什麼 所以他們 其實你說他們重視媒體 他們其實到現在還不曉得媒體 他們該怎麼去處理 所以即便這一次 民進黨裡面 你看說 蔡英文跟蘇貞昌 他們的競爭 還是有的陣營還是習慣在 中國時報上或聯合報上 要來給最老鬼 他們想說 以前就叫給最老鬼 透過藍色媒體 要來修理自己 他們都習慣這樣 但是流水 台灣人可不是這樣 台灣人明明發現說 當統派媒體說對 說好的 那也不錯 那是南英 從這本土修 東國時報 不要大吹特吹 這樣說 這樣好 對台灣好 你就知道這樣 我們反過來 中國時報對聯合報 才有極大的不信任 那這樣的極大的不信任 它也反映在中國時報 他聯合報的 持銷報分跟 這個 所謂的 月報率 的這個情況 我們看到中國時報 會在他的 報媒 就是他的 自由時報兵 他會有一個 他的月報率的一個 一個圖表 現在月報率 其實連如果 5B的東西比較高 而且他們都在 個位數左右 或者是 10%以上一點點 你的時報報分 其實都差不多 是在10萬分以下 僅僅中國時報 常常是在8、9萬分 為什麼這麼差 這麼差 為什麼還可以生存 報大叫你說 你沒有發行量 你沒有月報率 當然你拿不到廣告 那事實上 你現在看 你看這些報紙 這些廣告也不足以來支撐他們 他們的 按照破綻 為什麼他們可以生存下去 一個沒有人看的報紙 為什麼他可以生存下去 中文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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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 要在媒體公關 它要來購買媒體編寡的預算 不用到40點來 不用到40點 最初是出現的 這40點裡面 郭書又給聯合報算了 這就是為什麼聯合報立體 我們應該馬英九到底就在整體 所以各位 現在國民黨能做的就是公預算 用公部門的預算來支撐這個惡狀 聯合報中國時報 用公部門的預算來支撐它 至於共產黨 那更是不遺餘力 永三都沒有騙台灣人 你要知道 共產黨現在不騙台灣人 外國人要被台灣人做什麼 要被台灣做什麼 他都直接在他的媒體上 或者是在他們的工作會議上 那種會見報的 這種所謂的工作指示上 就能看得到 譬如說2003年 中國他們國台辦的工作方針就跟你說 要賺多少 相當於360億新台幣 來處理台灣媒體啦 360億新台幣的錢 要來英雄 他們那時候就說 要把所謂的對台的工作 要入島 入戶 入戶 入腦 對吧 那為了達到 把這種所謂的對台工作 入島 入戶 入戶 入腦 那不便宜 我跟你講 我要變361的錢 我準備361要來影響他的媒體 那請問這360億畫到哪裡去 來 我要說給你們 蔡衍明這個傢伙 蔡衍明這個傢伙 現在中時報系的陶吉 三中媒體的陶吉 旺旺集團 蔡衍明這傢伙 你知道本來中國時報要賣 中國時報是跟誰在談 中國時報是跟李之音在談 因為李之音一直想在台灣辦電視 所以他現在電視一直想要上我們的媒體 一直被NCC卡住 這是現在李之音在抗爭的地方 因為中國時報他擁有中視 擁有中天三頻道 所以李之音那時候跟余建興在公 買中國時報 其實他的目的是在買中視的 中天三頻道 那時候李之音本來跟余建興都談好了 要領多120億新台幣 又買下整個中視報系手上所有的媒體 包括電視台 120億 不過你來恭賀喔 也準備簽這種所謂的異象書喔 突然 這傢伙 突然這傢伙 弄了200億的現金 本來李之音跟他談是說 他是比錢要分階段付 多少階段要付多少錢 結果就有個傢伙 他人報了200億現金 來 我一口把你咬一下 200億元 你覺得李若林是余建興 突然你的房子本來說好是120萬要賣掉 突然有人200萬要給你買 而且我給你現金 我不需要分階段 我也不要分幾部 你會賣誰 哦 余建興說啊 老天爺救我了 所以蔡也寧一下子 就擺下了中視報系所有的禮品 我告訴你 那這蔡也寧這傢伙 他哪來的錢 蔡也寧對外宣稱說 他是他自己的錢 蔡也寧哪來那麼多錢 賣米國 他說五塊一塊 五毛一塊錢的賺 一下子200億 余建興 打敗一軍 蔡也寧打來了錢 蔡也寧說他自己的錢 各位你相信嗎 蔡也寧買下中視報信之後 他第一件做的事情是飛到北京 白當宅 蔡也寧他第一 他買下 買下這個 這個三中媒體 中國時報之後 他第一時間 他第一時間 他跑到北京去見 國台辦主任王毅 這是說要跟台灣與親共舞的那個王毅 蔡也寧跟王毅說 我買下中國時報 王毅非常的高興拍拍蔡也寧的肩膀 說好 以後在大陸的各種商業行為 我們一定會好好的保障 肯定蔡也寧一番 欸 各位 你可憐的詢問陳奕宏 喔 你關係多到北京去 連這種事情你也知道 會不會是你隨便誣陷人家 我不開始 陳奕宏不做這個事 我不是邱毅 因為蔡也寧把這個 他跟王毅的見面跟對話 不但有照片為證 他還在他自己的旺旺月報 什麼叫旺旺月報 就是旺旺集團的內部刊物 一個月發行一次 旺旺集團的內部刊物裡頭 勘載了蔡也寧跟王毅的這一段對話跟照片 那你想想看 所以這個消息我們也就拿到了 買下台灣的媒體要去跟北京報告 然後北京再拍拍他的金把 守衛可財 所以我一直在想說 為什麼那360億 2003年就說要發360億 現在都已經2011年 為什麼過去這段時間裡頭 讓我快點用這360億 怎麼發到我們台灣來 中間有很多很奇怪的 中間記不記得有一個 有一個雜誌 用送的 大家自臨到收貨 用三個 有齁 那個雜誌一下子我用名字想不起來 大家還記得嗎 用送的 文化的 專門指錯文化 中國文化類似像這種雜誌 是 競報 不是啦 不是競報 一個雜誌是一整份的雜誌 它免費送到你家 只送的 而且你還不用買 你們都沒有送給他 有收貨 有收貨 沒有 關聯片 不是關聯片 它是那個 它是一本雜誌 雜誌 它是一本雜誌 那個很奇怪 因為 那還用了不少記者 因為那個 其實台灣 從公元2000年以來 其實媒體的 媒體其實是 廣告五過年 一年不如一年 從公元2000年以來 媒體的廣告費用 一年幾乎都以 33% 速度在減少 每一年喔 廣告費減少三分之一喔 那你明天 媒體是要靠什麼過日子 靠廣告啊 你從2000年開始 幾乎每一年都 一掉三層 都一掉三層 掉三分之一的情況 一直掉下來 那也就是你自己 口袋不夠深的媒體 你就要倒閉嘛 所以你看 自立晚報先倒 中國時報 中時晚報再關 中國時報再賣 其實它都反映出來 這個經濟狀況不好的 都快倒 包括聯合報本來 在民進黨執政 也都快倒了耶 你知道因為我是 聯合報的出身 向國寧 是聯合報的加成 聯合報的總編輯 向國寧都直接 跟政大的老師講 說聯合報 如果2008年不政黨 國際聯合報撐不下去 聯合報撐不下去 所以現在 聯合報 我在2008年 馬英九拿到政權 聯合報又撐下去了 你看什麼都給聯合報 這夠厲害吧 因為廣告量的急促萎縮 導致於說台灣媒體 真的很慘 很慘的情況底下 有很多失業的激增 有很多失業的激增 以及關掉的報紙 這時候真的是給這個 360億一個很大的空間 它可以藉此影響台灣的媒體 跟影響台灣的媒體人 蔡衍寧買下 這個中國時報 可以說是 我認為是這筆錢 甚至 我相信它也不是一年 只變360億了 我相信當年 這是2003年的報告 我相信後面一定還有 那蔡衍寧的錢 從何而來 現在蔡衍寧又不只是買 中國時報而已 蔡衍寧最近買下中家 大家都要看你這筆錢 可你可不可以注意 這邊也是中家 中家是台灣三大有線系統 通路的公司 也就是說 蔡衍寧不但擁有電視台 他連系統他都有了 這邊有一個系統 所以您家的電視 您家的有線電視 是哪一家公司 像我家叫大安文山 我住在大安區 所以我的系統牌 是大安文山 在楊明山 在北投那邊 有一家楊明山有線電視 我們繳電話費 我們繳有線電視的 視訊費用 都是繳給特定公司 行不行 但是你要知道 這些背後公司是誰啊 譬如說大安文山 是東森 他背後公司的老闆 以前 以前就是東森啊 是不是 我剛才講的 楊明山也是東森啊 後來 黃毅林倒的這些 就賣給人 賣給人家 經過幾度轉手 當然各有不同 所以現在 他其實叫做台貨 譬如說台中有什麼 建群啊 那你要知道說 其實台灣的這些 有線電視系統 雖然各地各有不同名稱 但是他背後的資金老闆 他集中成為四家 現在進一步整病成為三家 就是所有台灣的有線系統 他只有三家而已 其中一家就叫中家基本 現在蔡遠明 他不但擁有電視 因為各位 電視台啊 我們基本上把它叫做 內容啊 他主要提供給什麼 內容啊 提供電視節目啊 但是請問我幫忙你 那電視台提供節目 你怎麼看得到 你怎麼讓月聽人看得到 就要上架 就好像我們 我們報紙要放在 要放在哪裡 要放在7-11啊 放在全家 放在OK這些便利商店 所以這些便利商店 是通路嘛 對不對 是發行通路嘛 所以電視台除了 你提供內容之外 你要上架 就是要透過 中家 透過什麼太平洋啊 這些公司 那台灣就是 大概就是三大系統而已 所以電視台 他還得跟他們去談 要怎麼上架的費用 所以你看常常 常常我們家每一年 大概頻道都會有點變化 為什麼 就是系統桌要給你改就改啊 所以現在 要買下這些公司啊 蔡衍明這下子要兩千 拿來的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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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根據商業週刊 或財訊 這些財經雜誌的報導 蔡衍明是跟蔡衍中 他們這些人合作 或者是跟王立寧合作 所以這筆錢當然不是獨資啊 但是也就是說 當蔡衍明跟王立寧 他們重新再合作 買中家 或者是跟蔡衍中 他們這些人買下中家 你還有台庫 其實另外一家台 就是台灣庫 也買了好多 好多的系統牌 現在要買這些 都是要幾千億以上 還好合作 但蔡衍明 賣米果的 可以賺這麼多錢嗎 而且你別忘了 蔡衍明自從買下 中時集團的媒體之後 他的財產性迅速了 他現在成為台灣 那個前時代的錢人 這很奇怪吧 在四五年前 蔡衍明年前時代的錢人 他現在是台灣第三個有錢人 台名第三個有錢人 何以至此 富比世雜誌 富比世雜誌把蔡衍明說是 台灣第三個有錢人 對 這個台 這些媒體 他現在又擁有系統 那實力更加恐怖 怎麼叫系統 他有點模糊 我告訴你聽 我在聯合報 那時候實在是過得不愉快 所以我跳槽到中時晚報去 我媽媽 已經退休了 在屏東內埔 買一塊農地在那邊種田 他就想說 我兒子已經離開聯合報了 他就退掉聯合報 就去中國時報的屏東辦事處 屏東的辦事處 想去跟他訂一份中時晚報 結果我媽媽去了屏東的這個中和時報的辦事處 公公我要訂一份聯合晚報 中時晚報 那 結果你一定要怎樣 在知道我媽媽的地址之後 在辦事處的經理跟我媽媽講說 我爸這樣可不可以請你訂聯合晚報 你想想看 我媽媽去想要訂一份中時晚報 結果中和時報 中時報系的代單處 告訴你請你訂聯合晚報 你能相信嗎 為什麼 為什麼 對手報呢 是不是 對手報為什麼 為什麼 你竟然叫我去訂對手報 我媽就有點火大 我媽就跟他想說 我兒子是 陳立宏 陳立宏以前在中時晚報很紅 因為我報紙都是一百兩百三百的寫 作為代辦處的經理都知道 陳爸爸 那我老師跟你講 為什麼 為什麼 我媽媽要去訂一份中時晚報 卻是 當地的經理叫他 叫他轉訂聯合晚報 為什麼 因為 他說 我為了送你 那一份報紙 我一個月要給你收多少錢 雜髮 那時候晚報一個月收三百塊嗎 我要送你一份報紙 收你三百塊 但是 我爸這樣 我要 我要養一個送報紙 送那條信要兩萬五啊 對不對 除非 在那條線 我的訂戶 超過 這個錢嘛 更換我兩萬五 又不只是 他的薪水而已 還有油錢 還有什麼 所以如果我那邊的訂戶 超過 一百個人 一百戶 那我養一個送報紙 才划算嘛 所以在 我沒 那邊只有你一戶的時候 我不可能 好 我不可能 去講一個送報紙送到你來 後來我媽媽講說 阿不 我媽媽拜託 你去找一百戶娘 我就送你 有 那不可能的事情 這就是為什麼 這就是我所謂的通路問題 這就是通路問題 這就是通路問題 這就是 所謂的發 那他對報紙而言 嗯 那請問一下 那個發報商 他好像 都什麼報紙送的 還是你要了解 你要了解 那個是拆賬 那是現在 那是這幾年的事情 那是這幾年的事情 那是這幾年 這十年的事情 為什麼 因為 發行網在這幾年 做個整個運 聯合報跟中國時報合作 以前沒有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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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為什麼要合作 也是因為 直播共感染 黃老五過年 一年不如一年 乾脆大家 我送你 不送我 但是連自由食物也能一起送 為什麼 那都是這十年的事情 但是你要知道 一個報紙 我們講 這個媒體 他要 他 他要能夠維持 就除了你本身 你要找到好記者 你要提供好新聞 好消息之外 這個就是內容 我剛剛講的 提供內容嘛 報紙主要是提供內容 但是 你提供內容 第一個 你要有報社 對不對 你要找到報社 這個印 你要有印報 的機器 你要有記者 你要有編輯 你要有編輯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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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都是屬於 內容的部分 你要印出一份報紙 你還要每篇 你還要一大堆 你還要照相自白等等等等 這些印體 但是他只是印出內容 印出來報紙之後 你要發行到我們手上 那就要靠 發行網嘛 就要靠那個系 就是發行系統 靠那個系統 這個就是通路 通路系統 通路系統 跟電視 我剛剛講的電視一樣嘛 電視台它提供什麼 內容嘛 那為了要提供內容 它要有電視台的印體 要有附控人員 要有攝影機等等等等 記者編輯等等 一樣嘛 但是你印的報紙 或者是你電視台 你有內容 但是你如何讓人民看到 讓音樂聽人看到 也要透過通路系統嘛 所以 對報紙而言 通路系統 就是它的發行網嘛 那對電視台來講 通路系統就是什麼 就是剛剛我講的那些系統台嘛 就是那個系統台嘛 這就是厲害的地方 所以剛剛有位 有位 那同學說就說 已經有記報 這個報紙 對不對 進晚報 進報最後幾期 打給我印象 它的頭版頭提是什麼 他媽的聯合忠實 這個報紙喔 是直接 直接在報紙上寫 他媽的聯合忠實喔 當然這報紙會導出 是因為他媽的聯合忠實 為什麼 因為我剛說過 發行網那時候 很簡單 我 我們只要 兩個發行網聯合忠實說好 我們不要送進晚報 讓進晚報 一份子發不出去 那怎麼辦 那報紙就會到嘛 我印了報紙 這個我們的便利商店等系統台號 所以進晚報發行沒多久 鬥了 最後就留下一個他媽的聯合忠實的 這樣子的一個標題 所以你要知道 報紙固然重要 還包括以前 有個首都早報 打給我印象 首都早報 我們不要不諱言 當時的總編輯跟若干記者 都是從聯合報 中國時報挖來 很紅的記者 很能幹的記者 榮甫天 那時候在聯合報 跑黨政新聞是一流的 是不是 現在的中國時報的總編輯等等 這些什麼黃青龍這些人 當時都被挖去首都早報 你不能不說首都早報當時所找的那個陣容 記者的陣容 編輯的陣容 是在那個時候 非常有競爭力的 但是為什麼首都早報辦不了多久 就誇了 發不出去嘛 一樣啦 發行網的問題嘛 對不對 你想想看 我們要發出去 你要有多少送報生 你要有多少發行系統 建立發行網 那個可能他花的錢 都要比你本身半報紙的錢還要兇 還要多 所以你要了解 常常有人講說 我們現在媒體都統派媒體 我們自己辦媒體 好 你如果要自己辦媒體 我剛剛講那麼多之後 你就想 你要怎麼去辦媒體 你要去想 你如果面臨發行網 然後如果要封殺 全面封殺你的時候 你怎麼辦 你有沒有辦法像黎智英這樣子 黎智英 同樣 聯合忠實自由 從來以前很早合作 為什麼 我說現在發行網合作 就是因為聯合忠實自由 合作前 李智蘋果日報 因為那時候蘋果日報到台灣 他們知道說這個強對手來了 所以我們合作 不乏 因為以前很多經驗 他們合作就封死了 進爆 封死了 首都著爆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就 幾個發行網合作 我們沒有發 蘋果日報 好 那蘋果日報 怎麼求生 我就是跟所有的這些便利商店談好 我花更多錢 在這個發行網上 欸 那蘋果日報就建立了 他其實沒有訂戶欸 蘋果日報幾乎沒有訂戶 他完全都是靠在便利商店上找出來 但是他也創造了台灣的發行量 也幾乎是第一名 也抱起他 李智英他是敢發錢的 李智英到了台灣來 他自己講得很清楚 他準備130億 要來燒 準備130億燃燒 但是 他燒75億之後 人家現在一週刊跟蘋果日報 就有賺錢了 他本來講說我前面燒70億燒光 我後面再準備30億 第二波燒 如果再不行 我後面30億再燒光 他不完 他準備130億新台幣 要來玩蘋果日報跟一週刊 但是 他沒錯 前面70億燒光光 後面30億丟進來 但是 人家到75億的時候 我現在打平了 現在打平了 有賺錢 他敢這樣花錢 我想請問各位 你想辦媒體 你有沒有 130億 任何況 那是10年前的價碼 你現在 你想要在 發行網 被完全 封鎖控制的情況比善 你要硬闢蹊徑 你要花的錢 恐怕要數倍於此 謝謝 謝謝 恭喜 我們再舉個例子 王永信 夠有錢了吧 台灣首富 而且幾十年 做陰 你在黎智英 敢準備 130億來燒 但是王永信 曾經辦過台灣日報 對不對 我把這麼好的招牌搞掉了 現在台灣日報垮了 台灣日報其實 在那個言文山辦 賠了多少錢 才賠35億耶 辦報紙哪裡不賠錢的 現在其實報社 印一份就賠一份了 他一定要廣告跟辦活動 所以他們必須要跟政府合作 這就是為什麼現在這個爛政府 馬英九政府 他編那麼多錢再搞自貿性行銷 因為現在報社每個人都要錢 每個都要錢 所以現在我們多數媒體 除了自由時報之外 多數媒體都給他幸福新聞 對 幸福都很幸福 每天都講好的 對不對 因為媒體現在真的很缺錢 所以各位 台... 台塑王永信 台灣日報賠30億就不賠了 就放棄了 35億 你那麼有錢 黎智英的口袋 跟你比哪 比得上 對不對 人家黎智英 人家敢燒你本山起立 我們台灣 總富燒35億 但台灣日報就燒不下去 也能怎麼辦 所以我在講說各位 要突破 要突破現在所謂的媒體封鎖 我認為難度越來越高 對台灣人而言 尤其現在我剛剛說過 在媒體的發行網路上 現在聯合中時是合作成為一個系統 現在是跟他們發行網路上合併 自由時報被他們分分合合 以前中時聯合也想封自由時報 為什麼沒有封成功 很簡單 因為那時候李登輝的國民黨體系 在幫忙 那時候李登輝大家記得 配報運動 配聯合報運動 配聯合報運動 當時自由時報 林隆山又有錢 所以 把聯合跟中時底下的一些發行公司 派報商 就挖過來 就是你不要發聯合報 你改發自由時報 我給你更多的獎金 你也知道台灣人有錢最大 有奶便是娘 於是很成功的把聯合報的發行網 硬是切出一大塊 硬是切出一大塊 而且加上那時候什麼送黃金 而且又有政權 那時候李登輝的本土派 李登輝因為當黨主席 你也當黨黨 李登輝是台灣派 所以國民黨突然多了很多台灣派 對不對 所以李登輝那時候的推報運動 或者是幫助自由時報的運動 有很多國民黨在地方基層也都響應 所以也因為政治力的協助自由時報 才可以有它的建立它的一個很穩固的發行系統 然後才可以生存下來 但台灣日報為什麼沒辦法比照辦理 這就是為什麼我討厭哲瑞美的地方 李登輝時代 他硬釋放自由時報 他協助自由時報 建立它的地位 其實陳水扁時代 台灣日報 如果陳水扁真有心 他其實可以協助台灣日報 穩定它的基礎 因為你要建立發行系統 沒有重視力再不用幫忙 幾乎不可能 幾乎不可能 所以 所以現在台灣日報垮了 剩下自由時報 其實自由時報現在也很辛苦 你仔細看 你翻開報紙 報紙叫報紙 我剛剛出過課報告 你仔細看 網告送多少 網告很少 就是因為林隆山家裡有錢 不然自由時報也剩下 你仔細看 你翻開報紙 所以我們現在台灣 台灣的媒體 我必須說 我們都面臨一個非常嚴峻的這個話題 就是說我們如何 在媒體上建立自己的攤頭 我想 其實這是我今天 想要來講 我們怎麼建立攤頭 第一個 反而這種報社的問題是其次 或者是電視台的記者其次 你買電視台 譬如說 呂秀琳不是要辦玉山週報 喔到處募款 我說募了三億元 三億元 對我個人而言 喔天價 那已經 我已經很難想像的錢了 但是 對報紙而言 我那時候就公開講 三億元 三億元你連四刊號都發不出去 所以到現在 玉山週報 各位還看到了嗎 看不到了吧 幾乎到了吧 幾乎到了吧 那現在 呂秀琳的辦公室還在運作 為什麼 很簡單 面臨同樣的問題嘛 發行嘛 對吧 所以 我們就經濟 現在就財經理論上來講 到了二十一世紀 我想 大家很多都是大商人 二十一世紀最有名的一句話是什麼 通路就是一切啦 對不對 有聽過這句話嗎 通路就是一切 你的商品 要上架 要上通路 大賣場 或者是便利商店 你要上架 你就要付錢 通路就是一切 所以現在 有通路是最重要的 所以就是你要辦媒體 如何建立你的通路 那個可能比你辦媒體本身還要花錢 還需要金錢 而且還需要專業人才 所以但是你看看 我們現在所面臨的環境是什麼 以剛剛我講的 蔡衍玲現在擁有中家 信你信 台灣的三大系統台之一啊 台灣的三大系統之一啊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今天要擺電視台 擺了電視台之後 你要上架 對不對 上架你要經過誰的同意 蔡衍玲啊 是不是 各國剩下幾家的中國的力量都慢慢進來 也就是說現在 我認為中國的勢力 對於台灣的整個有限系統 它已經發揮很絕對關鍵性的影響力了 所以混亂 混亂他現在黃文陽 給他錢讓他去買一下台藝台 他也要買什麼蓬萊先生啊 買這些在後面的台 但是你要知道 這些台 你買了之後又如何 你買了之後又如何 第一個你的上架 你要被擺在哪裡 你要被擺在哪裡 我最近才發現到5月1號開始 他一台被擺到100台 對不對 被擺到100去 請問待在遙控器轉你會轉到100嗎 幾乎不可能 對不對 我現在就把你擺到100台啊 好 所以各位 我們現在如果說真的要辦媒體 但是你要面對的就是我們的系統被 可能被中國掌握 我們系統透過在台灣的這些台商 這些無品台商 都是透過台商 都是透過台商 那你連上架 你都可能出問題 你不要以為100台不用出錢 你擺到100台去 你要知道台一個月要花多少錢上架 500萬耶 500萬新台幣耶 500萬新台幣耶 一個月 500萬新台幣 你才可以上架 而且被擺到100台啊 好 那所以好 電視台線 所以你看後面電視台怎麼生存 就是賣給算命節目 賣給算命節目去騙錢 賣給股市民嘴嘛 去帶你進帶你出嘛 也去騙錢嘛 還有 半夜以後賣給那個穿比基尼的節目嘛 也是給你騙錢賣春藥嘛 賣重陽藥嘛 就是賣這樣嗎 那這樣才可以出了幾個月 500萬的上架費 500萬的上架費 一年多少錢 是啊 六千塊只是上架的基本費喔 好 那好 你電視台 你要不要買硬體啊 你要不要找記者啊 你要找員工啊 然後呢 他找來記者 你要讓他出去採訪 你要採訪車啊 然後呢 這些記者 這些媒體 要吃飯啊 這些媒體人 你要吃飯 你要什麼 然後你的節目要付來賓費啊 那工理 那辦媒體 現在如果沒有政治力幫忙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說 比較讓我難過的是說 對台灣派而言 公元兩千年 到兩千零八年 本來是我們建立媒體 在媒體有建立貪投保 非常好的機會 可惜 我們陳水平還是不在意的 不過其實當面曾經跟陳水平有講過 那是不懂還是故意的 你是因為政治力介入 你是因為政治力介入 那我現在是政治力 那我現在是因為政治力 那我那邊關一個人 那是故意的還是 那是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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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民進黨以前沒有媒體的 就是這樣 你也知道嗎 啊 謝謝你 你現在共產黨都會用媒體的 他根本 他根本 就是完全不曉得媒體的重要性 因為公元2000年之前 大家雖然罵了民進黨 但是包括統派媒體的聯合報 跟中國時光 那時候還有我們 我們在心裡面是同情民進黨 所以在很多特稿上 我們會寫一堆民進黨比較正面的 一些東西 那2000年之後 到2008年 這些人都不見了 你要知道 都離開媒體了 都離開媒體了 他剩下的都是 都是完全聽命於他的資方的 而且本來 本來你說中國時報 本來宜建新跟紫瑞免很好耶 但是宜建新後來 因為他到中國投資失敗了 他要去搞什麼水泥場幹什麼 都失敗了 想去中國設點也都失敗了 欠了一屁股在 準備那時候已經快辦得下去了 其實那時候就是透過陳水免希望 能夠多接一點錢 好 能夠接一點錢 就讓中國時報度過難關 跟陳水免的一個方法 沒有 沒有 所以 中國時報後來就跟陳水免翻臉了 余建新在大便器台會議上面開桌 陳水免的叫我 我跟他面外面的 好 所以 本來陳水免的朋友中國時報 翻臉 就在陳水免你自以為是的情況 好 東森 黃令寧 你大概很難想像 黃令寧 在公元2004年就是支持陳水免 你很難想像嗎 不是說什麼 你告訴我 你告訴我 不 2004年 黃令寧是支持陳水免 好 為什麼 因為 他們兩個 黃令寧在 陳水免在當台北市市長的時候 東森當時跟 跟核心 或是在台北市爭取那個系統台的時候 哪會一張 核心在很多評比上 都贏東森 但是最後在台北市市上 陳水免跟羅文嘉 在評比上竟然給了東森幾個項目 一百分 就那幾個評比就贏過了核心 所以你知道東森能夠在台北市現在建立最大的系統台 即系統商 他背後是誰的幫忙 就是 陳水扁 所以你要知道 王力寧本來跟陳水扁的關係 也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2004年王力寧也是支持陳水扁 他怎麼到後來 東森也是跟陳水扁沒完沒了 當然也是因為 這個月把王力寧關起來的關係 有很多因子 但是你要看 本來 本來媒體狀況沒有那麼糟糕 沒有對民進黨或沒有對台灣派這麼糟糕 本來沒有 譬如說中國時報系跟陳水扁的關係 來自於王力寧本身跟陳水扁的關係 民黨政策 在媒體本來沒有那麼負面 沒有那麼糟糕 那給陳水扁的關係 就可以搞到 搞到全部看到媒體 那導致於 一致於今 當中國的力量進來 更進一步的進來 他掌握了台灣不管是電視 或者是報紙的發行系統最後 以後你台灣人 台灣人要辦媒體 我只能說比登天還難難 比登天還難難 你不是不單有錢而已 你要有錢 你還要準備 你還要有那個 敢燒錢 你自己的錢 一開門就是燒啊 你想想看 你自己燒掉七十億 那是自己的錢 自己辛苦賺來一輩子的錢 這個電視台一開門 這個褂子一開門 一天或一個月三億五億的燒 你受得了嗎 連王詠卿這種有錢人都受不了 人家去承受得了 我想請各位 如果你想辦媒體 你願意承受這種壓力嗎 如果你沒有承受這種工作 我願意一個月賠五億 沒關係 你一般胸懷 多給錢信給你 養老的比較好 是不是 所以那時候 雨秀琳在辦玉山週報 我都在我的廣播節目上公開呼籲 不要捐錢 我不是說玉山週報不好 玉山週報很好 但是我告訴各位 你就再多錢 你都不要用報紙把屁股下去 因為你買了F16 我們買了F16 很不錯啊 但是它只能配一次 那你買它幹嘛 對不對 你買F16回來 是讓它能夠一直飛啊 能夠保衛我們在天空啊 對不對 所以你要知道 如果辦報紙辦媒體 就相當於我們買了一台F16 但是重點是 後面你怎麼讓它維持下去 那就要靠發行網 那就要靠通路 那你發行網通路 你現在不在我們手上啊 廣告也不在我們手上 我告訴各位 我過去常常上 喔 汪峰湖為什麼不高興 汪峰湖當節目 動不動三個百分點 在台灣的有限電視系統 三個百分點是走路有空的 喔 那個連綜藝節目都 綜藝到一個大的 諸葛亮的節目 現在也不夠就是 兩個多三個百分點而已 你想想看 光泛湖就靠了一個人 然後靠了幾個來賓 喔 同樣的場景 它可以創造三個百分點的收視率 兩位起來 對不對 不是說話 廣告沒進來 廣告沒進來 為什麼 因為廣告主告訴企業主 廣告商告訴企業主 啊 文化節目喔 你不要跟他們說 不好啦 因為你的產品喔 你要不要給錢 不要給錢 啊你看 文化節目裡面 你看它的觀眾結構啊 老人啊 學歷低 收入低 也就是所謂的他們 最常講的3B啊 一高二B啦 不好意思 所謂的一高二B 就是年年高啦 收入低 學歷低啊 所以不會買你的產品啊 所以 所以 本來就在裡面 你仔細看 它的節目都是賣藥的 它的廣告都是賣藥商 保養品 健康食品 所以 雖然創下高收視率 沒有廣告進來 汽車廣告不會在那邊買 電腦廣告 手機廣告都沒有在那邊出現 好 那廣告商 同時有一個三小營的節目 叫星空星序眼 那節目其實沒人看 它的收視率常常是0.00 調查不出來 最好的時候是0.01 那幾乎是沒人看的節目 欸 廣告很多 因為廣告商 告訴 這個 這個 企業主說 你要買張家人的廣告 結果為什麼 你看 它的 它的觀眾的這個水準 收入高 中產階級 輕裝袋 會買你的汽車 會買你的手機 被扭曲到這種程度 結果 這種真正的大廣告 進不來 汪汪汪的廣告 進不來汪汪的廣告 卻進到一個沒有人看的節目 有沒有 多大的禮虛 連廣告 連廣告失業 我們都被掌握了 都被長期 國民黨 因為這些結構 都是國民黨長期也來建議下的 你要知道以前 整個文宣體系 國民黨掌控的 就是媒體 國民黨掌控的 掌援嚴格 它是各個結構從廣告發行 到媒體本身 國民黨都控制 所以連廣告系統 你自己看 廣告上很多外省的人 你接觸廣告界 很多主管都是外省的人 所以連廣告都被這種扭曲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如果說好像光孟胡這樣一個 3%的節目 為什麼媒廣告的另外一個問題是什麼 因為它只有一個節目 根據廣辯法 你的節目內容一定要撥滿48分鐘 也就是說你能吸收廣告是多少 12分鐘 你只能吸收廣告 也就是說你收視率再高 你這個節目你只能賣12分鐘的廣告 那你想想看 大家即便說那些藥商你要擠也不容易擠進來 所以花的廣告費也要稍微高一點 沒錯 所以本廣告費也賺錢 也賺錢 所以本廣告費也知道 我拿年代賺太多錢 因為他的節目就告訴你 藥商還是 即便是賣藥的節目還是 賣藥的廣告還是 因為他必須在擠這12分鐘的廣告裡頭 還是要花很多錢 那為什麼0.01的節目會有廣告進來 因為他現在的有線電視系統跟電視台 他們是整個拉廣告的 你明白嗎 我就是集結 集結一批 比如說假設我們自己以東森為例 你知道我們看到很多電視台跟東森都有關的 超市JP日本台 那其實都是東森耶 只是不同的名字而已 那因為東森就提供一大堆爛節目 提供一大堆爛節目 但是他現在的廣告 跟企業主說 因為我們簽約都簽說 我這個廣告 我必須要達到收視點1% 就是我要你1%的收視群 看到你才能給我收錢 那就是說 那也就是說 如果這個廣告商 有良心 或電視台有良心 我在這種節目裡頭 我讓你播一次 我就可以收你的錢 對不對 他不是這樣搞法 他現在是這樣搞的 他現在是10 他現在是10個頻道 我如果一群爛節目 一堆爛節目 都是0.01的節目 但是我集結10個節目 是不是也到1% 是啊 所以 我現在是 他們是節目整合 那這些廣告是在這些沒人看的節目裡頭 一堆一樣收1% 這個是這樣搞法的 你知道嗎 那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關小燕的節目 有時候有廣告進來 其實是集結其他的系統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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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